如果我一早醒来 会感受我们的亲密 就能够答应你 给你好日子 如果我看过 大树 有开花结果的美丽 放弃天地 也不会放弃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生送给你 我会一直抱着你 无论你会去到哪里 妈 妈 小小姨 你们要干嘛呀 谁是你妈 别叫我妈 干什么 你还敢问干什么 你是不是敢做不敢认呢 我我 你你你你 你使定了 别想糊弄我们 大姐已经跟我们说了 不仅没有赔她精神损失费 连果果的抚养费都一拖再拖 你以为她好欺负是吧 我告诉你 她好欺负 她娘家人可不好欺负 你你不敢说 丁 丁美 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你 真刷新底线 告诉你 那女人店我知道在哪儿了 要不要我们去闹一场啊 大家先冷静冷静 这毕竟是公众场合 对对对对对对 这这这二妹说得太对了 姐夫 人家说糟糠之妻不可气 你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啊 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妈 我知道都是我错了 但是 但是我是为了这个家 千辛万苦搞万遇 就是为了养这个家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还真够伟大呀 我我都是为了让 妹妹跟果果过上好日子 不然哪来的大房子 哪来的 混豆里的说这个干吗 他们过上好日子了吗 妈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们都要相信我 我 我这惨的抚养费呢 转够了我马上就复婚 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当然真的了 是吧 当然当然当然 肯定是 原来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是为了钱哪 对对就是为了钱 真的 真的真的 我 你你怎么来了 段志成 你最好给我死远点 文文文 站住 妈 亮楚 跟妹妹结婚的时候 来找我是怎么说的 你不能保证跟她 龙华富贵 但是你一定能够让她 一辈子幸福 可是现在 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 这一把招 是我打的 这一招 我是代表我女儿 美美打的 这是代言我们大家打的 我先滚 马上就滚 滚 滚 怎么都喜欢打人 嗯 爸 还疼吗 你妈妈手中 用这个敷一敷 肯定会好些 谢谢 谢谢爸爸 爸 对不起 爸爸不怪你 遇到这种事 爸爸也不能勉强 你继续跟她过下去 好 灵灵啊 咱不吃就喝点粥吧 好 一会儿吃 是 妹妹啊 以后记住 遇到什么事啊 要跟爸妈跟奶奶说 别一个人憋在心里 会憋出毛病的 知道了 奶奶 以后记住喝粥啊 妈κ 你饿了吧 要不我们吃了东西再回去 没有 过来吧 不想吃 下来吧 怎么了 没什么 妈 那个 我想起来了 我还要去买点菜 你先上去吧 二妹 杜威 你怎么来了 这个是什么 来 这都是我特意在网上 帮你搜集的资料 你以前不是在 快递公司做过吗 这个非常适合你 慢递公司 对 这是国内一个新兴的行业 已经在很多城市 都开始流行了 就是给未来的自己朋友啊 写写东西 寄几东西什么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你可以考虑开个加盟店 我哪有钱加盟啊 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空的时候仔细地看一看 对了 后面那个加盟表格 我也帮你听了 然后呢 你好好的看一下 谢谢你 谢谢你 但是这个事情 我要考虑考虑 嗯 嗯 阿妹 那天 我求婚的事情 有点仓促 你不要放心上啊 不过 工作的事情 你这是一定要听我一回 而且餐厅 真的不适合你 那你考虑一下吧 你先走了 啊 嗯 哎 老婆回来了 姐 哇 吃方便便啊 哎 你吃嘛 我给你泡一个 不用不用不用 这么垃圾的食品 我宝宝可受不了 什么量 我可以讲 都解决了 嗯 你是不知道 那个混蛋的狼狈样子 哇塞 太洁气了 哦 那他们回来了吧 回来了 嗯 那个二妹上班去了 那苏小妹好像相亲去了 相亲相什么亲啊 你激动什么呀 我激动了 我 我不激动了 哎呀 我就是好奇 哎 你说她长那样 还相亲呢 那你知道 我也没问你 老公 哎 姐 苏小妹不是有男朋友吗 分了呗 那不算这样吗 我说岸阳天宇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妈 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去去去去 去你的房间出去 我跟你姐夫有正事要聊 我不是就跟你们聊会儿天吗 是 我试一下 我今天回来的路上 妈一直没有说话 我觉得她可能是在生我气 我觉得你想多了 她应该是因为 大姐的事情 是因为大姐的事情 但是她可能就觉得 我一直没有告诉她 瞒着她 还跟大姐一起 你不用担心这么多了 还有 还有 你答应过大姐的 这话是这么说啦 现在总感觉我自己 两个头都不识 没识的 吃吗 我才不吃 很好吃的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咕妈 我是天忆 咕什么妈 我苏小妹啊 哎呀 怎么打你这儿来了 我这本身就是想打给我咕妈的 你咕妈名字跟我那么像吗 这都可以打错啊 哎呀 我也我也不知道啊 哎呀 反正这不小心就打错了 那为了防止你再次打错 你现在可以把我从你手机里删掉 行啊 没问题 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我一会儿就删了 哎 你还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啊 没事我挂了啊 别别别别别别挂 不是 你在哪儿呢 我在约会 行了吧 你哪儿那么废话 请问是苏小妹小姐吗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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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在网上给你约好的 来 送给你 这是送给我的吗 小花佩佩女吧 谢谢你啊 我 坐一下 哎 你请坐 哎 我觉得苏小姐本人比照片更加漂亮 还好 不是 苏小妹你在哪儿呢 不是 我去找你去啊 你在哪儿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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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撂我电话呀 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关机 你竟然敢关机 他竟然敢关机 你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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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小妹 我还挺喜欢你的 啊 你说什么 就是 就是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好像 好像跟你认识很久了一样 你再点杯东西喝 好 好啊 谢谢你随意 妈 喂 苏菊 你带的孩子们去哪儿了 带孩子们去找志成的 那个混蛋 我要见了他 就狠狠打他两巴掌 妈 今天我狠狠打了他了 真的 嗯 太好了 妹妹呢 妹妹她吃饭了没有啊 她已经吃了一点了 在自己房间里呢 你过去好好劝劝她 别动了 这些我来 去吧 来 我来说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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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了 你吃吧 你吃吧 有点 你吃吧 她会吃吧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发生那么大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怎么样啊 我想的怎么样啊 你 你就是太糊涂了 太老实了 所以那个家伙才欺负你 发生那么大的事 谁都知道 连你弟妹小男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妈 不告诉妈 妈呀 我不敢告诉您 当初是您一直反对 我嫁给志成 都怪我没听您的 现在都是我自找的 妈不是关你这件事 离婚这件事 谁也说不准 可是你知道吗 这几年来我见谁都夸我 这个混蛋女婿 说她有多好 多好 多好 可这个混蛋 居然还有连到我们家里来 我还以为她在国外工作 有多辛苦 给她做好吃的 想不到她去 早知道这样 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 不应该答应你们俩结婚 妈 你别这么说 我就怕你这样说 怪我 是我自己不争气 不是 这这个傻孩子 这怪你什么呀你 妹妹啊 不管发生任何事 你得跟妈说呀 你这个傻孩子受了那么的委屈 你让妈 怎么想有多难过吗 好了好了 快快快 妈没事了啊 回到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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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这丫头也真是的 离了婚都没跟家里说 我说她怎么突然回娘家住下来呢 至少啊 人家还有个娘家回 那可不是吗 你说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我身上 往哪儿回呀 呸呸呸 老婆你可别乱说啊 这种事这辈子 不对 这辈子和下辈子 都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真的吗 当然了 我苏文涛这辈子都不会干出这种事 不过 你下辈子还想做我苏文涛的老婆吗 那 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不能够 你就乖乖当我苏文涛的老婆吧 保证你两辈子都过得开开心 你讨厌你 老公啊 咱妈说明天让咱俩去大嫂家吃饭 那个说二哥二嫂来了 你猜一猜 她俩明天能带什么好吃的来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肉 还是肉 红勺肉 肉越多越好 没问题 我回头让大嫂准备 好 喂 天宇 你怎么来了 阿姨你好 那个我姐让我把这碗给你送过来 你姐 对 这个碗还特意让你送过来 下次来吃饭的时候 一块带过来就行了嘛 行行行 阿姨 那个 怎么了 早晨呢 没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好 那阿姨再见 好 阿姨再见 没事没事没事 好 再见啊 再见 这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 相亲相那么久 好 这些当年的粉丝还真是疯狂 好 飞哥 你好 我是住在幸福院的苏梅 不知道你会不会亲自打开我给你写的信 我每天都给你写一封 希望你能看到 飞哥 谢谢你的歌陪伴我 给我很多勇气 我每天听着你的歌睡觉 还经常梦见你 你的每一场活动我都会参加 真羡慕在你身边工作的人 飞哥 希望你继续加油 我会永远支持你 我每一场活动我都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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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好 您好 您所播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 关机了 您好 您所播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情况 说好的去电视台的呀 川儿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我把你手机关了 我今天还得陪飞哥去上电视台呢 现在别给他去了 你怎么起来了 我不去 也得跟他说一声了 他好请别人帮忙啊 美美啊 你把这个工作辞了吧 为什么呀 你现在是个离婚的女人 你成天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样会有流言蜚语的 邻居们早就有闲话了 妈 我跟飞哥只是空缩关系 妈相信你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社会啊 你要被托姆星子都给埋了 有话说不清楚 妈可不希望啊 人家说你是因为这个歌姓 而把婚礼了 那多丢人哪 来啦 来啦 阿姨你好 那个苏梅在家吗 那个她 那个 你 您怎么来了 苏梅你在家 我打你电话一直关机 所以我就上来看看 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 好 你等我一下啊 秦飞啊 那个我们家美美今天身体 有点不舒服 她就不去了 你找别人帮忙吧 苏梅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稍微等我一下啊 你要是不舒服就算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算了 真的没事 我马上就好 妈 我以后就回来 你怎么想去啊 你那么需要我们家美美 没有 阿姨 要是苏梅不舒服的话 就算了 你在家照顾苏梅吧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好 行了 行了 我这个人吧 特别讲究责任 既然说了 就应该做到 要有承诺 这样吧 去吧 不过 我代替她去 怎么了 你以为 我会早了她的工作 妈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行吗 阿姨 其实我 就是有点担心苏梅上来看看 没关系 你在家照顾苏梅吧 我自己去就去 我就不爱听了 你们俩是什么态度啊 你们以为你妈 什么都干不了 我得告诉你们啊 年轻的时候 你妈在工作单位 是先进工作子 什么活都能干 而且干得特别好 那不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助理啊 什么经纪人 这些活吗 那么挺简单的 有什么可难的 梅梅 你等会儿跟我一块 整理整理东西 告诉我有什么事 我保证做得好 也许比你还好的 您真要去啊 那当然了 您就待在这儿了啊 您在家好好休息 去帮我准备吧 这真不用 我 那么高啊 太高了 太高了 不要 不舒服了 飛哥 今天你经纪人没过来啊 经纪人 阿姨 什么事啊 今天你经纪人没过来啊 经纪人 阿姨 你之前那个经纪人 苏小姐是不错的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 而且和她沟通起来 都很没问题 怎么换成正一个 没事 没事 我们先来沟通一下流程吧 那个台本看了吗 台本 什么是台本 这 这 这个 这个给她的 那你 飞哥你先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你再提前和我沟通 到一会儿快开始了 我再叫你 好 好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不好意思 你们这里管饭吗 我们秦飞等了好长时间 肚子都饿了 不 阿姨 我 我 我没饿 没事 不行的 你要唱歌 得吃饱了 这有饭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已经放饭了 你叫你家的经纪人 去拿就行了 出门 左转就能看到 出门 出门 对 对 对 谢谢 谢谢 没什么事 谢谢 我先走了啊 我真不饿 怎么可以啊 那 先喝水 我先拿饭啊 从未知道谁会违谁 期待多一秒 幸福却能到我 来 议员 您一架 我先请你一架 秦飞 我觉得你这样一直站着 不是很行的 你这边的话 要和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 你让站着那样 傻傻呆呆呆的 一点都不太好 还有就是我们的摄像头 都在这边和这边 所以你要兼顾 你知道吗 最好看的脸 要露给我们的观众 好 好吧 那你再来一遍 好吗 好 好 来 谢谢 另外呢 你要记得 我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好 再来一次 好 好 再来一次 好 来一遍 再吃 谢谢 好 来 谢谢 多 来 谢谢 好 来 谢谢 阿姨 今天真是幸福你了 哪里啊 其实阿姨 不好意思 婚人想帮你点忙的 可是都没帮上 反而给你添乱了 不好意思 没有 其实本来就不应该麻烦你 阿姨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我不累不累 你真是太累了啊 原来吧我在电视上看 看你们这些歌星唱着歌 好光彩 好轻松哦 想不到今天去现场 觉得那么辛苦 吃饭还没吃饱啊 没有啊 其实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不会觉得累的 很快乐 更何况苏梅这么支持我 你也情非啊 其实吧 我不大想让我们家苏梅 给你当什么经纪人 为什么呀 阿姨 苏梅她做得很好 我知道 我知道明明这段时间很努力 今天去了现场 也听大家都说了 她挺有工作能力的 可是吧 我现在想想也行 这个阶段她确实需要跟人 多接触接触 多打她交道 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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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有点没明白你的意思 苏梅她怎么了 这件事 不知道该不会跟你说 我们家美美吧 她离婚了 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呀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那行 那你就跟她也不要提这件事了 你就当不知道 我们家美美这个人特内向 她这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 没底 其想心里怀这段时间 确实做点事到对她有利 也可以分散注意力啊 对对对对 是 事要转移注意力 是啊 不过你也知道 本身吧 人言可畏 你们俩闲话又多 她现在跟你在 在这样一工作 然后又离婚 到时候又 我 阿姨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我跟苏梅 就只是工作关系而已 你想多了 清飞啊 阿姨明白 我相信我们家美美也相信你 肯定是一工作嘛 没有别的事 可是你知道别的人会怎么想啊 我们赌不上别人的嘴嘛 那清飞 你答应阿姨啊 除了工作之外 平时啊 就不要跟美美再见面了 好不好 阿姨 就这样了啊 你一定要答应阿姨 否则阿姨也有这个面子 给别人说些话多不好 你今天也辛苦了 你回去休息吧啊 我也回去了 我去呢 你拿着告诉我 我来 我来 我是一家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满意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老公 你醒啊 怎么在沙发上睡啊 我这里睡得这么甜 不忍心交心理 我老公真好 老公 我们先出去玩吧 去哪里啊 随便啊 去哪儿都行 主要不在家里 但是奶奶今天来过 她说明天下午全然在一起吃饭 又吃饭 她说大家很久没有聚过在一起了 还有最近家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要不我找个借口把它推了 算了 算了 去吧 本来妈就对我有意见了 不去不行 你去睡了啊 好 好 林总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我回去慢点 明天见 你看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杜葳 我想了一天了 你说的那个事情 还是算了吧 我想继续留在餐厅工作 学学经验 说不定以后自己 还能开餐厅呢 二妹 我真的不想要你在餐厅工作 你知道吗 坦白说吧 我不想要你 跟你们那个老板 做得那么近 为什么 林总人挺好的 我没说他不好 只是 他 他喜欢你 我知道 知道你还在那里工作 我 还是不走吧 去哪里工作 我 小妹 你回去呢 好好休息 然后呢 我到家就给你打电话 小妹 你这干吗呢 不是 你这大晚上不回家 你父母担心了 少说 少说 小妹 她是谁啊 我是她的 她是我嫂子的弟弟 你好 我是苏小妹的男朋友 男朋友 你们刚刚第一次见面 那怎么了 是 我跟小妹呢 是第一次见 不过呢 我们聊得很投缘 也算是一见如故吧 那行 小妹 我先回家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的 路上小心哦 打电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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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没啊 没够 什么 不是说好了明天吗 我今天怎么交得出来啊 来不及 我说家里有事啊呢 对呀 真的来不及 是啊 我们都说好了明天 你让我今天 我怎么来得及 我家里一堆事呢 行了行了 好吧 好吧 我尽量 我尽量啊 好吧 先这样 我先去 那你怎么过来了 来 你坐吧 不用了 今天不是说好一家人 一块儿吃饭呢吗 对呀 我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呀 明明都这样了 都知道过来帮帮忙 你为什么不早点过来 打打下手呢 妈 你怎么来了 明明 不是说好今天 全家一块儿吃饭吗 你们俩也过来帮帮忙吧 因为我 妈 我知道了 我们正准备过去的 结果刚刚有点事 打了个电话 所以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 好了 豆腐盖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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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做什么 不 把鱼弄先 这鱼还是活的 鱼当然是活的 死的怎么吃 那我 我把他杀的 清理一下你都不会吗 会会 妈 你教过我 记得 来 刀给我吧 慢 慢 慢 行 行 行 看你这首饰就不大会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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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这鱼都给你弄坏了 不是这么弄的 那你来切土的 我可以 还要这么弄的 那我找 我忘了这一碗 你在切什么呀 切土豆啊 炒土豆丝 是纸要是这样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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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화�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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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화� 怎么会连个土豆都切不好呢 作为一个女人 你也 没关系 要不我们把它拿来炸 土豆条 炸薯片 好吧 我们家是不吃杂的 油杂的东西对健康多不好 你会不会啊 我会 我会 会 土豆丝是吧 我会 会 先是骗 骗完了以后再丝 怎么用两个手呢 就 你先这样 然后待会儿就可以了 土豆我喜欢我 我来切吧 睡前切了吧 妞妞啊 我们家苏家呢 那个厨房就是女人做的事 你去吧 拿出去 我是女人啊 土豆我爱了 别破坏家里的规矩去 你行吗 你行吗 好了 好了 老公 我可以的 我可以 我可以搞定的 放心吧 我会切嘛 真的 你看 可以了 差不多了 怎么回事 这是装泥的 菜盘不是这个 是这个 我以为盘子都可以装 盘子当然可以装了 但是用这么大盘子 桌上能放下几个菜啊 就用这个吧 是 快点了 快快快 先把火灭了再说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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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马上点 妈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你叫我过来 是不是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怎么跟你说 是跟你说什么的 如果你在这样的样子 给人看见了以为 我是个恶婆婆 欺负自己的儿媳妇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你今天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 地平线很远 漆黑的冰冷夜晚 你飘过很久的船 曾经被左右 无能为力的风帆 你失了终而复返 直到你轻茫茫 大海发现我 用尽全力指引我 原来不熄灭的那张灯 是为我采量着 是为我采量着 无论多少风雨 忽明忽安顿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夜离别离到冲剧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再一次 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这些世界 会把最爱的人 无论多少风雨 忽明忽安的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夜离别离到冲剧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再一次 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整个世界 会把最爱的人 还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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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